我们学佛求什么 求智慧 就对了 你求别的你就错了 你求智慧你永远不会迷失方向 你求其他的 你误入其他自己不知道 你会愈信愈神 那可麻烦就大了 我们深深相信 发葬彼求 祝福 硬化在西方极乐世界 就像 世尊 发葬彼求还不是早就成功了 做这个事情是做给我们看的 我们是真的反复啊 不是假的 真的 做给我们看的 是教我们 是教我们 怎样 破灭开悟 怎样 脱离六道十八截 所以修学 目标一定要定在 中文字幕志愿 中文字幕志愿 那你要定在 智慧 这经后面都告诉你的 你要放下 把障碍放下 你的智慧在 你的智慧没死掉 只是有障碍而已 障碍放下 障碍放下了 智慧就现前了 菩萨正无上菩提 没有一个例外 所以 在这一部经上 你看求自觉的 首先将智慧 佛法大海 智慧能度 这是大制度论上说的 这个大海 有两个意思在里头 一个神秘 一个是主 灭了的时候 六道十八截 是苦海 只有智慧 你看 清静心 深的智慧 就脱离六道 平等心 放下 超越 摄法界里面的 菩萨 佛 这两个法界 这才能真正的 这才能真正的 舍不 专业 一阵 发界 这不放下 这不放下不行啊 这不放下不行啊 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